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人生的选择这几步 关键的这几步没有走好 他就非常的失落 其实那是非常普遍的 那个时候很多错过的知青 错过了回城 回城之后错过了好的机会 是吧 那么回城之后没有好的结果 你像原来我原来好像有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 我们当时那个公社那个知青中的老大 他具木头 是吧 他后来回到城里 他什么 在一个水产公司卖鱼 这对他是很很委屈感 是吧 他原来是一方的这个诸侯啊 知青中他这个跟领袖的那模式 他那是卖鱼 那当然这后来你就会越来越消沉了 越来越失落了 其实这是一代的 他确实被时代耽误了 你说他迷惘的一代 挫败的一代 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怎么看 所以知青 我觉得他需要换起这个好景 就是说你们曾经战斗过 是吧 曾经辉煌过 那个历史不是一个被耽误的 不是一个被欺骗的历史 那个历史是我们为这个民族 有为我们自己的过去 负过责等 承担过重任 我们始终是战斗的一代 有理想 有报复的一代 那么我们的现实找不到出 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曾经有过的历史中 找到我们的生命的一种依据 我觉得梁小生这一类的理想主义 是有他非常强大的时代的依据 所以你如果说不是在那种历史中经历的人 你回过头来 单纯的去评价他的作品 你说哪有那种理想主义一样的 那种虚张声势 那种夸张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那段历史的不理解 以及对这代人 他所面对的历史的难题的不理解 所以梁小生的知青文学 其实影响很大 产生非常大的顾名 特别是北大荒那些知青 是吧 北大荒的知青呢 他们都是老三界的那些知青 那么等他们的回程 都二十八九岁 三十岁 确实面临着一种生命和青春被当务 然后上学毕竟少数 那么七七级高考率是百分之一 那么七八级可能百分之五 可能最多也是这样 百分之三 四 百分之五 那么大概到七成之一以后就更多了 现在可能你们都到了多少百分之五六十了 是吧 甚至北京市都到了百分之八十了 是吧 所以你想想 百分之一的话 百分之九十九 等等 你得是面临那个状况 是面临被当务 面临着迷惘 面临着没有出路的那样的一种下场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来说 知青文学 它是需要把那段历史给它书写出来 但想一想 知青反程 其实就是一九七七年的事情 是吧 七七年 七八年 然后反程之后的几年之后 这是现中的最为苦门 最为绝望的时候 所以杨小生这些作品 八二年 八一年 八二年 八三年 这些作品确实有他的一种失败的影响 那么 梁小生的作品呢 我说也可以看到的是 刚健和雄敬 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 和一些细致的感情纠葛相交之 使得他的小说呢 确实在对一种极悦的书写中 还是有他的委婉和动能的地方 那么 梁小生的中边小说 还有《今夜有暴风雪》 那么他也是更加充沛的 《英雄主义的豪情的书写》 《百大方一旦知心的气质与命运》 这个小说 它是讲 79年的冬天 百大方生产建设品呢 叫做《反程》了 那么有一些人 七七年 七八年就开始 开始往城里跑了 达到最后一批79年 到底是反程还是流产的决策 那么这个时候 确实是 对这一代人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那么 他都在这个暴风雪 莱丁的这一夜呢 来去揭示出 知心的命运 以及当时还是一个有对左的 路线的一种仿慈和批判 那么 可以看到那样一种冲突 啊 当时是想到这个生产建设兵团呢 他们是要 把知青 在三天内要换完 法程手续的机密被泄露 结果他们还要知青呢 去从事 他们要 对农场的 这么一个责任 当然 知青的作家 他们一方面 觉得 他们始终要承担一种 对民族 对这个国家的一种责任 但另一方面 他又在寻求他个人那种出路 所以这二次之间呢 在当时还不能说 能够思考的很清晰 因为 集体 国家 它总是一个最 重要的价值的方面 那么 各人的 出路啊 这些 它总还是一个其次 但这个小说 确实写得非常粗胖 非常豪迈 那种个性和那种 人的那种性格的精益 这些都被他 刻画的有了有嚼 我觉得在 那个时期 确实可以看到 梁小生的作品 有他非常独树一致的地方 那么后来更有 这个知青 知青 其实知青题材是一个始终的题材 多少年之后呢 还有这个 对知青的一种纪念 对知青的一种 重新的回忆了 所以像雪城啊 年轮啊 这个 都可以看到 当这些知青都 离开了农村 回到城里之后 有他们对过去生活的那种记忆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 这个历史已经被渲染的 更加豪迈 和更加贵立了 他是一个青春的 一个战斗的 火热的青春 所以 备受挫折的一段 知青需要浓郁的精神呢 勾舞和安慰 所以 雅小生的英雄主义呢 还是提供了 这种时代的需要 但到了年轮 确实 这个知青的那种记忆 他就 不像第一次被重新翻起来 那样 是吧 像雪城的 那个时候 其实对知青的 评价 知青运动的评价 整个还是比较负面的 就是 尽管说 有两个小时候去鼓舞 但是整个知青 他们都会把它理解为 没有上 没有上大学 他分成上了大学 都没有上大学 没有上大学 再返程了当工了 是吧 他们都 娶妻生子了 或者嫁了这个 为了妻母了 是吧 但是觉得青春都是被大慕了 有一种很强大的失落感 但是呢 梁小生的作品呢 第一次赋予了 就是在重写知青的故事的时候呢 赋予了他 这样一个正面的 积极的意义 而且是在 事隔了十多年之后 他以这个方式 知青运动结束了 十年之后 赋予他 以这样一种色彩 所以在雪城的影响 是感觉非常热烈 大概年轮到了 95年 大家可以看到 对知青的记忆 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1992年 小编冲的来群讲话之后 中国大地又掀起了 新一轮的 这样一个商品大潮 所以 对知青的那种记忆 就变得更加的淡文了 但是淡文 或者说淡定更合适一点 它是一种怀旧的情调 那么这种怀旧的情调中 它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浓郁的 理想主义的精神和色彩 还是又多了另一种的参三感 这里要谈的是张成志的作品 张成志的这种作品 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 它是极为独特的一位 它是我们这个北大历史系 口鼓专业毕业的 后来是中国社会员研究生院 移住历史语言系 八亿获得这个硕士学位 那么张成志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书写是代表非常强烈的抒情一位 个性色彩非常强烈 他的作品代表作的 有北方的河黑骏马 西省暗沙考清洁的精神 金牧场清零史等等 这里我们可以谈一下 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些中篇小说 张成志的早期的中篇小说 你看七八年他就发表了七首 为什么歌唱母亲 他就是充满了一种抒情 充满了一种豪卖的感情 他在小说里面 他的那种叙述 母亲人名 这是我们生命的永恒主题 所以张成志所有关于草原生活的小说 都贯穿了这一主题 他的母亲人名 可能是具有具体的个人记忆的内涵 但也依然带有现实主义文学 惯常的普遍含义 在那个时候 张成志的他的民族身份 还没有亮出来 张成志是一个回忆 所以你看他 他的新领史之后 西省暗沙考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非常强烈的那种民族感 而且呢 他还试图和汉文化做一种趣闻 这是他最为独特的地方 或者说也是他 显示出对文学表达的复杂性的另一面 在那个时候 他说的人名母亲 这还是像我们社会主义文学 灌场所有的那种主义 是吧 就是母亲啊 人名啊 这是我们普遍的 而且确实他也正确 政治上非常的博大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会觉得 张成志的小说的 仪式形态概念的色彩 立场 这些比较鲜明 是吧 仪式形态也比较强烈 但是呢 我们也在后面回过头来看看 是不是和他的这个母亲人名 是包含有他的民族的文化的这种诉求 民族身份的这种诉求 这个我们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有一定的潜在的含义的 但是他那里面写的就是蒙古的 这个蒙族的 你像黑郡吧 这是巴尔就写的 是吧 他是讲述一个蒙族收留的 汉美牧民建立身后有情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对大地上的母亲 是吧 那么慈爱的老奶奶已经去世 是吧 这个主人公白银保利格的长大成人 离开草原已经去上大学了 那么多年后 他回到草原 寻找我们往日的记忆 这里有他一个初恋的情人 索米亚 所以他骑着黑骏马四处寻找 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张成志的小说带有非常浓烈的 大草原的那种气息 毕竟非常开阔 纵横尺寸 然后句子都非常长 那么非常强调气势 是吧 大量的感叹 问号 那么拍笔剧 那么以这个方式来叙述 所以怀旧寻找失落感分 承担历史责任 这些情感的叠加在一起 使张成志的叙事显得辽阔 宽宛 而激情似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张成志的作品有这么一种特点 那张成志在当时影响最大的 是他本方的河 这个是84年发明的 其实84年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那样一个时代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 已经显示出它初步的一些成果 虽然思想领域的斗争也非常的激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青年一代 是吧 从大学毕业的这一代人呢 已经有好几代 从七七几十八亿年毕业的 那七八几十八亿年毕业 七九八亿年 到八三八四年 有几届的大学生毕业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社会 确实人才积极 这个青年的人满怀着一种好情 然后那个时候 招受研究生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张成志这个时候写的 北方的河 确实充满了另一种的抱负 这种抱负就是 仿佛要和一个民族的新生 这样一种时代的愿望 联系在一起 那么同时他书写的是 这一代人的勇气 和这一代人的责任 当然 他写出的是 这一代人的自信和强大 我觉得这个是 北方的河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 就是 仿佛是这一代人的宣言 就是他们 要走进历史 要登上历史的舞台 那么在题记里 我可以读给大家 好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相信 会有一个公正和深刻的论词 来为我们总结的 那时 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 私所烙印和选择 才会显出其异 但那时 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 幼稚 错误和局限的后悔 更会感慨自己 无法重新生活 这是一种 深刻的悲观的基础 但是 对一个复原辽阔 而有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 前途最终是光明的 因为这个母体 是会有一种血统 一种水统 一种创造的力量 使活泼渐转的新生婴儿 降生不死 病态瓦末的身影 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 从这种观念看来 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 这后面是我 叙述的 在这里调到这个引号 看 张成志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 应用而生 只有那个雄魂的大死亡背景 只有北方 那四条巨大的 尽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混连的河流 才能与这个渴望重新生活的自我形象相配 其实我前几节课也谈到 八三年的上半期 我们一直有这个反思传统 是吧 对传统文化 就是中国为什么落后 中国现代化 为什么世界这么困难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 这样一个保守的封建的封闭的 这个超稳定性的传统 那么我们要走向现代化 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 但是你发现在文学方面 他一直有对传统的另外一种态度 所以像张成志那时候 这个北方的河 他把这样一个大自然的 就是祖国的这个山川和他的历史文化集合在一起 这样一个背景 历史和自然要构成这一代的活动的背景 活动的舞台 所以这是张成志 这个非常有气魄的一个方面 那么在老乔中的张成志还是有一种忧郁怀念和思意迷惘 那么当然那也是一代之亲的集体经验 所以有一种现实的需要 以及现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的时候 确实是这一代人呢 他变得更加自信 同时呢 试图去承担更大的一种历史的责任 所以张成志因为他本身学了考古专业 以及他在这种博物馆的工作 所以使他对传统文化有他的另外一种态度 有他的另外一种论识 但是整体上来说 那个时代的青年 对传统还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所以张成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特定 但读解这篇小说呢 我采取了一个非常这个 我个人的视角 那么在书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是写他对自然的寻找 和对他父亲的寻找 重新寻找父亲这个主题 联系起来 我最早写这篇文章 应该是发表在1991年 或者左右的时间 就是我有一个 对北方的河的一个分析 当写可能更早 我在88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就用对北方的河的 大概可以在我的那个 结构的终极里可以看到 对北方的河的这个分析 就是他奴河一方面 他父亲是吧 是一个狗仔子 父亲是抛弃了他跟他母亲的 但是现在他在寻找父亲 他找到河 北方的河 他想叫一声父亲 那么觉得重新去问世这个父亲 其实大家会知道 白洋华的苦恋 有在地下划一个问号 是吧 我爱祖国 祖国是不是都爱我 所以一直知青这一代 一直认为是被祖国 被父亲抛弃的一代 是吧 那么这个父亲是一个 把我看的狗仔子 是吧 那么今天 我又看到父亲 我又认识了父亲 当然 在小说中呢 北方的河 河内的父亲 仿佛不是一个人 他们不能够重叠 是吧 他们是两个 两个语境中的一种事物 但是 如果说 把它看成一种预言的话 那么他确实在他中投射的 是一个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想象 所以这点也正如这个监部区所说的 第三世界的预言 是吧 任何关于个人的利比多的叙事 其实他投射的都是民族国家的预言 这个关于父亲 和父亲的这种关系 他所要表达的 那父亲 新的父亲 这样一个父亲 是 你看 是以赋予子的应运 这个是 北方的河 中国 山川大自然和历史文化 汇集在一起的 所以说 他畅游百方的河 对吧 然后就 心中就充满了神圣感 那么 也可能 他要看到 那么一个父亲 抛弃他的父亲 不是他真正的父亲 是吧 他可以在 他可以在 这样一个时代 和历史更加悠久的 那么一个时代的 那么一个父亲 那你就找到一种依据 所以大家注意 所以 就这部小说 确实可以做 预言性的读解法 有很多父亲 是吧 也可能 那个抛弃他的父亲 是那个段落的父亲 虽然文革之后 那么一段历史 民族国家 祖国 是那段历史 被四段班 创夺的 这么一个父亲 那么 他的真实的父亲 是那么历史久远 有彩陶 几千年的文明 和这个大自然 这是他真实的父亲 当然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比赋 恰当不恰当 这提供给大家 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